近几年来,杨子凭借等电视剧占据了一线女演员的位置,她演技一流,几乎成为了一部话题,但是今年杨子的电视剧多少有些曲折,其中余生,请多多指教已经杀青两年了,青三子行也已经被杀青,目前还没有发表官方文件。 最近杨子今年的第一部女主人公电视剧来了,是七代已久的女心理师,讲述了心理咨询师哈顿的成长蜕变故事,在经营心理咨询师的过程中经历了很多挫折,特别是因为恩师绯闻的曝光而被牵连,是一部相对新颖的题材,是一种温暖治愈的风格。 对于拥有超过一千名演技的杨子来说,这部电视剧很有可能再次迎来商业的顶峰。 对于和杨子合作的一号男,观众们也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兴趣,郑白岩电影领域发展得很好,比如说,郑白岩的表现很好,电影的口碑很好,他被称为电影跳房男神。 张军宁现在已经40多岁了,身材和皮肤管理都很好,剧中他饰演的角色是温和,从美丽动人的白凌军到张军宁,通过演技抓住了观众的心。 近两年,张军宁扮演了一个比较具有挑战性的角色,除此之外,作为颜值活动的心境消化,张若南这次饰演的角色是幼奶,他在剧中饰演了一个很生动的酷僧香,但是因为悲剧,所以人的魔音很难平静下来。 张若南拍了一整夜戏,第二天仅有的休闲活动,是听陈奕迅线上演唱会,张若南最爱他那首《你给我听好》,为爱情折腰难道不是你一直以来戒不掉的体好,这唱的仿佛就是张若南在《你的婚礼》中的角色游泳词,是那场他与男孩跨越15年的初恋。 据最近可靠消息,这部电视剧预计今年8月在湖南卫视播出,这对喜欢杨子的观众来说是个好消息,终于可以看到杨子了。 杨子2021首部女主剧来了,女配惊艳,倪平,张居宁,张若南实力抢眼,对于该剧,你有何看法呢? 杨子2021年7月份, DJ-22的词村子,金槍头。 杨子2021年8月份,快兴救。 杨子2021年7月,还没关机,agens然是一般的容易,杨子2021年8月份,